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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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金明 你来自哪个国家? 我是来自柬埔寨的 柬埔寨 你是什么种族啊? 我是高棉族 高棉族 所以你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呢? 我们是用高棉语 高棉语啊 可以说一下你好吗? 高棉语怎么说? 说实在 我是高棉族 说一下来 高棉族 杨栋梁 杨栋梁 金明 你这次来马来西亚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我是来这里要参加培训的 来卓越汉语的培训是吗? 是的 听说你是在中国读书是不是? 是 你在中国哪一个省份读书呢? 我是在云南 云南读书 云南读书 云南哪个大学呢? 是 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就在昆明是吗? 是的 你为什么会取云南读书呢? 因为 因为我也是潜在华人 对 潜在华人 然后我是现在已经在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是 所以去中国留学也是一个好机会 是 是 是 我们使用的语言 包括工作方面都会使用到中文的 哇 这样说你是零起点 在来中国之前一点汉语都不会来 但是慢慢才学习 是这样的吗? 是的 哇 这很佩服你啊 你学到HSK第几级啊? 你毕业之前学到HSK第几级啊? 我考到第五级 你是念什么系呢? 在中国云南大学是念什么系呢? 我的专业就是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所以现在听说你要回去 柬埔寨来 教 来发展一个中心是吗? 嗯 我现在是在 学校 工作 然后我基本上 只认我 就是来培兴 来教育 来教孩子们 柬埔寨 是 柬埔寨的孩子们 中文 是 嗯 是吧 要教柬埔寨的孩子 中文 OK 你们的学校在哪里呢? 我的学校就是在京边 在京边 你们学校什么名字呢? 我的学校就是 KCE国际学校 OK 用庚埔寨的话说一下 你学校在哪里 什么名字? 我现在在京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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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现在柬埔寨 跟中国的关系 是很密切是吗? 是的 是的 所以现在应该 很多人来学汉语 可以多说 让我们知道 这方面的资讯吗? 是 目前很多学校都开始 叫汉语 然后很多学生也 开始报名了 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 会说汉语 而且 以后就是工作方面 可以用得到 工作方面可以用得到 然后主要是什么行业 会比较多用到汉语呢? 一般的话就是 组建方面 还有生意的 都是需要汉语 我相信做导游也是对吗? 做导游出来 对对对 因为现在中国游客 来到京边 旅游也很多 是的 所以你这次来马来西亚 参加培训 感觉怎么样? 马来西亚对你来讲 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马来西亚这边 人很 很平静的那种 是一个很平静的一种 平静的国家 是 然后 饭店什么的都 跟我们那边差不多 都能接受 不一样 我们这边应该很好吃的东西很多吧? 我们这边也很好吃 好吃的东西很多 天下美食 好 那么你现在在 在坚古在教汉语 或者学习汉语 面对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困难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汉语是一种 怎么说呢? 虽然以前已经有了 但是 刚刚 下一天不在 刚收欢迎的嘛 就是 越来越多的人 想学汉语 所以 现在要 一下子 要 让他们说好汉语 就是不容易 他们的发音的观 因为 发音有些 发达 发音不准 他们是要慢慢感 因为我们现在 不在意 中文的 有些地方不一样 我相信你这几天 在我们这里 卓越汉语所学的 很多的技巧啊 然后一些知识啊 可以帮助你的 汉语教学在坚古在正成功 祝你们成功 来 谢谢 谢谢